各位甘主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陶渊明的诗里面 很多大家都熟悉的就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但是这些诗 因为我们常常习惯 截取其中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 杰如在人静而无车马仙 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质篇 这个是我们在讲禅定的时候 常常会用到这首诗 因为它就是 你可以想象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就是入定 进到这种程度 人家在你后面出现 迷路心于左 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变色 心不移动 这就是入定 入境的状态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常常把这首诗 分成好几段 实际上它全部是一首 这首诗原来的名字 叫做饮酒喝酒 很意外 我把全部的这个诗 跟各位念一遍 它其实是一首诗可以把它分成四段 四段都是四首诗可以这样讲 来我们先来看 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两段 但是实际上它一共有四段 洁卢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而 心远地字篇 心已经飘走了 接着就是 采居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这个用的人最多的 这个桃圆明 这个五六先生 五六先生传 三气日系家 飞鸟相与还 始终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你看 就是想要讲 就算了 不要讲了 已经 已经溢在言外了 所以凡子 这个桃圆明的诗 这首大概是 用的人最多 而且都是拆散了用 实际上 他这首诗的 这个题名叫做饮酒 很意外 刚刚讲的 这首诗里面 你看你修禅入定 可以用前面那一段 然后你觉得自己 是非常 与世无争 自得益满的话 你可以讲 采居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你可以这样讲 我跟与世无争 如果说你在讲 这个景色来讲的话 你看三气日益家 日系家 飞鸟相与还 这都是很正常的 飞鸟飞过来飞过去 然后这个白天晚上 这个风景无限 始终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就是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就是那个人生的 那三个境界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风景 你都于心 就是一种 非常平静的生活 其实这就是说 陶渊明实际上 他进入一种 进入一种残意的残境 但是这首诗叫做饮酒 以上跟各位分享 如果说你 我再把它重新念一遍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随便上网 搜都可以搜得到 杰鲁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 心缘地字篇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三气日系家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诗 大家以后要拆散之前 虽然把全诗给它背起来 这样子你就知道 它的出处是在哪里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